朋友的婚礼现场却变成了男主的泡妞圣地 起初时男主富贵还是很客气的只对伴娘下手 可到了后来他竟然连新娘都动了歪心思 原因就是富贵获得了一个可以无限存荡重生的神迹 原本富贵只是和女友翠花来参加朋友婚礼的 翠花是婚礼现场的主持人 在一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演讲过后 翠花本想让新娘的姐姐安妮也上台发表一些致辞 可富贵却自告奋勇地非要上台整两句 你以为富贵上台只是瞎整两句吗 他可不是什么瞎说 在一番生动而又深刻的致辞过后 大家全都被感动地送出了热烈的掌声 看来这富贵绝对是有备而来的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富贵的这套致辞其实他早就已经反复言说上千遍了 要是还不熟练的话那才怪事了呢 凭借着感人肺腑的致辞 富贵成功搭讪到安妮 不过就在两人打算深入交流的时候 安妮还是委婉地拒绝道 你不是有女朋友了吗 我们这样不好吧 面对安妮的拒绝 富贵仿佛早在预料之中 随后他就带着安妮来到了女友翠花的出轨现场 安妮却问富贵为什么不出面揭穿翠花 富贵却习以为常地表示 我已经揭穿她很多次了 可同样的事还会再次发生 富贵的这句话很有深意 安妮只是以为翠花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背着富贵出轨了很多次 可等一会儿她就不会这么想了 既然翠花都已经对不起富贵了 那么安妮也就坦然地和富贵玩起了套圈游戏 不过就在两人正在做热身运动时 富贵却遭到了一位大野的追杀 被捕中了一箭之后 富贵赶忙躲在了石头后面 大野则追进了一个发光的山洞之中 这个山洞很诡异 只要靠近光源就会被吸进去 富贵仿佛也知道山洞的奥秘 就也紧随其后爬了进去 进入之前富贵还大喊着 让安妮不要进来 可好奇的安妮还是不听劝说的走了进去 然后奇怪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 只要是进入神秘洞穴的人 都会被困在婚礼的当天无限循环 安妮在得知这一现象后 就试图走出循环 她开车逃到很远的地方 或者再次进入山洞 又或者是自杀 可无论用什么办法 她都会在婚礼的早晨这天醒来 并保留着之前的所有记忆 富贵劝安妮别白费力气了 因为她已经在这一天循环上千次了 基本什么办法都用过了 直到此时安妮才明白 为什么之前富贵会那么淡定的 面对她女友翠花出轨的事情了 原来是同一款原料帽 她已经戴过上千次了 至于那位追杀富贵的大爷 其实也是富贵自己惹的祸 经过最初的挣扎过后 富贵知道自己已经无法逃脱循环 于是就开始利用循环的神迹享受了起来 她开始随便的买买买 透支各种信用卡 各种高消费的在酒吧不断撩妹 反正第二天睁开眼睛 花掉的钱还会再次回来 这大概就是所谓千金散去还付来的正解了吧 不过在于此喝酒买醉时 富贵却结识了一位参加婚礼的大爷 两人相聊甚欢 大爷就醉醺醺的说了一句胡话 要是时间能够永久停留在这一天 该多好啊 然后富贵就带着大爷走进了山洞 让他也陷入了循环 可当大爷酒醒之后 他就后悔了 大爷有着幸福的一家四口 就盼着有朝一日能够子孙满堂呢 可这一循环就打破了大爷的盼头 于是大爷就开始天天追杀起了富贵 听完富贵的讲述之后 他质问富贵 这么说来 你那套婚礼制词也是经过无数次演练的了 那你是不是也和我玩过无数次套圈的游戏了呢 富贵则打死不承认地表示 没有 绝对没有 我也就偶尔和酒吧里的一些妹子 或者是男士玩过几次套圈游戏 和你也就那天晚上的第一次而已 我更是一次也没有对其他伴娘 甚至是新娘动什么歪心思 富贵的话究竟是真是假 恐怕只有她自己才知道了 而安妮也渐渐接受了被困循环的事实 两人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在这天 为所欲为了起来 比如在新郎和新娘交换结婚戒指时 安妮突然跑到自己的妹妹身边说道 你老公真棒 我可是和她较量过很多次的哦 这她喵是有多损呢 然后安妮还帮富贵报复了她女友出轨之仇 安妮当着翠花的面和富贵玩套圈 翠花看到后非常的生气 就开始大骂富贵 可翠花的每一句台词 富贵都能提前帮她说出来 看来这种报复的行为 肯定也不是第一次了 除此之外富贵和安妮还玩了很多刺激的事情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不过愉快玩耍的富贵却有着唯一的一个难题 那就是无时无刻不再追杀她的大爷 这天大爷开着警车又在追杀富贵 安妮则不讲武德的偷袭了人家60多岁的老同志 老同志大意了没有闪就被撞了个半死不活 随后一名真的警察赶来想要逮捕两人 而安妮却丝毫不慌 甚至还当着警察的面各种皮 结果警察的电击枪却打中了富贵 富贵很是痛苦 两人因此大吵了一架 富贵责怪安妮玩得太过火了 安妮则说 我这还不都是为了你 帮你对付大爷 帮你在循环中找乐子 如果不是为了你 我才不会做这些无聊的事情呢 果然你还是不够了解我 富贵很不服气 哼 我不够了解你 你恐怕不知道 我早就已经了解你上千次了 在你陷入循环之前 我要是对你来了兴趣 只需要念出婚礼致词 你就会乖乖的跟我玩套圈游戏 你都已经是我的形状了 我还不了解你吗 好家伙 富贵这是终于说出了实话呀 估计除了安妮之外 这小子连其他人也没少和和吧 富贵轻薄的言语 使得安妮真的生气了 也让她明白了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是不对的 再次醒来的安妮看着床边的妹夫 她感到很是愧疚 原来安妮和妹夫真的有一腿 她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 天天对不起妹妹了 于是就开始奋发学习科学知识 每天听各种名师讲课 试图弄清楚被困循环的原理 在经历了不知道多久之后的学习过后 安妮终于是搞清楚被困的原理 她需要拿着炸药在山洞中某个时间段进行引爆就能摆脱循环 当然摆脱循环之后或许她也会被炸死 但安妮还是决定要尝试一下 原本富贵是不打算和安妮一起出去的 可失去了安妮的陪伴之后 富贵就像是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一样 她这才发现自己是真的喜欢上了安妮 于是两人就在新的一天帮助新郎新娘圆满完成了婚礼 安妮也旁敲侧击的警告妹夫 以后要好好对待妹妹 然后两人就拿着炸药进入了山洞 一声爆炸之后两人果然没被炸死 而是迎来了完全不同的崭新一天 至于被困的大爷 两人也是提前给她发送了逃生办法的短信 她究竟是走还是留 那就看她自己的意思了 最后电影结束 同时我也有个疑问 如果富贵和翠花再次进入那个山洞 她们会不会再次陷入新一天的时间循环呢 如果能的话 那岂不就更有意思了 而如果让你陷入某天的无限循环 前提是你不知道摆脱循环的办法 请问你能接受吗 你又会在无限循环中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是利用循环每天好好学习 还是到处搞事情呢 欢迎说出你的各种大胆想法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么么哒